公子,又被你料对了,君北岳冲冠一怒魏红颜,前夜以单枪匹马而去,父皇都气差,今早也没上朝,那女人还没有醒啊,你真打算带她去北江? 君北岳不会是一怒冲冠魏红颜之人,一旦她到北江,天徽帝即将成为她的傀儡。 什么?你明明说她要去找韩子晴的,她还…… 南昭不喜战争,西精英对西凉,无力东征,这五年内,西河南皆不会有战事,君北岳要乱大洲,必举兵北江。 你的意思是,君北岳想谋位了? 七皇子,若是君北岳定都幽云七洲,东南西北可尽在掌控。 玄元离歌? 很高兴你还气得我。 为何接我? 你很聪明,跟着我学琴,如何? 你到底是什么人?再不说,我毁了你这把琴。 要王妃随我回乡一趟吧,到时候你便知道了,一月为期,一个月后,我将我毕生所学全都交给你。 如果,我不愿意呢? 不愿意,也得愿意,就算尸体,也得随我回去。 为什么是我?你要对付君北岳? 不是。 不如这样,我随你回去,也随你学琴,每学会一首,你便回答我一个问题,曲子的难度,任你定夺,如何? 好,先把这技法学了,日后每一曲,我都要你用这技法来谈。 没问题。 报!西楚祥一约退兵三界之地,药王俊三只虎军,兵临西楚。 要西楚祥王,交出药王妃,战事一处即发。 父皇,请下旨废药王爵位,收虎福。 怎么,关键时刻,一个个全是缩头乌龟了吗? 君北岳他敢开战,本皇子才不怕他的十三起,势必要他背后着火,断起粮草供给,看到时候他如何收拾。